大家好 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美国加州的一区网络安全公司 前天刚发布调查报告 说中共的黑客从2015年开始 用网络钓鱼的方式 入侵了欧盟100多个组织的电子通讯网络 纽约时报报道说 黑客窃取了几千份外交电文 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欧盟得知这个消息后 马上就展开了紧急调查 可是还没等欧盟调查结果出来 美国已经有了行动 昨天就是12月20日 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两名中共政府雇员 中国公民朱华和张世龙 指控他们参与名为APT-10的中共黑客组织 盗取十几个国家的知识产权 和商业机密 涉嫌犯下了电脑侵入 网络欺诈 盗用身份等罪名 所以他们将面临最高27年的刑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 分别发表声明 呼应刚上任不久的司法部长巴尔的行动 谴责中共的黑客行动 与此同时 包括五眼联盟另外四个国家在内 至少还有14个国家先后发声 也谴责中共的网络盗窃行为 包括巴西、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日本、 瑞典、瑞士、阿联酋、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此外还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说 荷兰和瑞典也将加入谴责中共的行列 五眼联盟同时措辞强硬的狠批中共 这在香港《经济日报》看来 这个举动已经很不寻常了 而且美国又联合了更多的盟国一起发声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的政策正在朝着拉拢西方阵营 联手抗衡中共的这个方向发展 在复制当年美苏对立的气氛 因此一场新冷战已经可能成型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APT-10 这是高级长期威胁10的英文缩写 在网络安全社区也称作是红色阿波罗或者是食胸猫 美国司法部的公告中显示 朱华和张世龙在中共政府同意并且指挥下 发动网络攻击 其中包括至少45家的美国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 此外还有十几个国家的公司也是受害者 涉及了银行、金融、电信、医疗保险、能源和汽车行业等企业 盗窃他们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密信息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表示 中共针对其他国家持续进行的网络盗窃活动 这是不能接受的 他指出 过去的七年 司法部受理的经济间谍案中超过90%牵涉到中共 三分之二的窃取商业机密案与中共有关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也表示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藐视法规 美国会继续揭露不合法、不道德和不公平的行为 这是赤裸裸的欺骗和盗窃 是犯罪 雷指出 就算在半个地球之外 你也没有办法隐姓埋名 美国知道黑客的身份和目的 甚至知道具体是谁在操纵电脑键盘 他说美国政府将不遗余力的把这些人绳之以法 对于美国的司法起诉 中共外交部说这是捏造事实 无中生有 要求美国撤销起诉 而且还威胁说会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共的网络安全和自身利益 不过两家美国受害的公司 IBM和惠宇公司的知情人都是匿名表示 公司的电脑服务业务确实都被黑客攻破过 而且黑客利用这个通道还入侵了他们的客户 在路透社最先的报道当中 这两家公司都在受害者之列 其实对于APT10网络盗窃的相关案情 2017年的时候就有媒体已经做过报道 而且美国司法部上周已经准备好了诉状 只是延后到了昨天才发布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史国利 向BBC透露 说这是避免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保释 两件事同时发生 美国官员表示 中共多年来一直是对美国的企业发动网络攻击 这类的行动每年都给美国的经济造成损失 有几千亿美元之多 《华尔街日报》表示 美国司法部和其他机构 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公开的批评和惩罚中共 现在起诉这两名中共的黑客 就是他们最新的动作 据现任和前任的美国知情官员表示 美国曾经考虑过对其他的一些中国人提起诉讼 还曾经考虑对牵涉这个黑客活动的人以及受益的相关实体进行制裁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说 美国财政部之所以没有动用制裁权 那是不希望影响到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 因为下个月中共高级代表团将会访问华盛顿 与美方磋商调整中共的贸易结构问题 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研究员萨克斯认为 美国的指控应该是经过了长久调查准备的 这展现了美国司法部打击中共网络犯罪的决心 他认为往后像这样的联合行动将会越来越多 因为全球正在形成一个共识 对中共常年只说不改的行为已经严重的耐心不足了 他说美国正在建立一个国际联盟 采取点名批评的策略 要北京为网络犯罪负责 好的 感谢您观看